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今年5月12号 5月12号过世了 享年101岁 他跟他这个丈夫相比 他可真是高瘦 101岁 李沙 而且你看 我接下来我看到好些新闻 就是苏联这个卫国战争 俄罗斯这个红场阅兵 请了好几个中国的红二代 对对对 这个去 大概就是5月9号 5月9号红场阅兵 有一些刘少奇的女儿 好像还是朱德的后人什么就去 而且好像普京还给他们颁发那个 那个勋章 对对对 你看5月9号到三天之后 5月12号 这个老太太 李沙 李沙入了中国籍的 这个俄罗斯老太太 在中国 还当过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委员 是那外国语大学的教授 而且王老师好像跟他本人有接触 我2006年 我去莫斯科呀 参加他那的书展 就书室了 因为那书室里就跟我有关系的 有三本书在那卖 给我当翻译的呢 是这个李立三的女儿 大女儿 叫李英南 他呢 俄语如何之好 北京话中文如何之好 而且他非常的有风度 我是一见就倾倒 是吗 长的模样是混血 不是混血的 长的模样是中俄 这绝对是中俄 跟中美中法也不一样 这个我一听呢 我就觉得 另外李立三呢 我在这个中央团校二期学习的时候 听过他讲课 讲这个工人运动 我们的老师呢 是李立三 是我们给我们上过课 就是你 我在中央团校 我见过李立三 听过他课 那时候的那个老师都是超豪华的内容 是王明给我们讲的婚姻法 是田家英给我们讲的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秘书 是邓颖超给我们讲的妇女运动 嘿 贵实在您的水平这么高 超豪华 这是老师不一样 所以李立三呢 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 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人 朴实 这样就和这个李英南教授呢 有一些联系 我还请这个李萨他们一家子呀 一块吃过两次饭 一次在北京 一次在北戴河 我呀 有一种敬意 就是对这个中国革命的最早期的那些领导人 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些理想家 你想想 是不是啊 他们那时候真是 真是冒着这个生死的 生命的危险 而且自己要花钱 自个儿要一分钱一毛钱的去 去逃换去弄 但是他这个李立三很早就被认为是左卿 就打下去了 他这个左卿机会主义啊 是他29岁的时候犯的 然后是30岁 也不31岁就被打下去了 这样就去了苏联 去了 他是被 他们一家对王明印象都不好 苏联人呢 都都都喜欢 俄国人是很喜欢王明的 最近有一本书 你要有兴趣 你也应该看 就是王明年谱 出了七八十万字 里边对王明的各种情况也都有很细致的说法 他们一家子为什么对王明不 他说 王明整理李立三 王明认为李立三是右倾机会主义 他不是左倾 左倾我们都知道 李立三是左倾冒险主义 党的主流 主流的就是关于历史问题的揭育 认为王明是左倾 这个李立三是一次左倾路线 对 然后王明呢 他提出了为党的布尔赛维克化而斗争 就是认为李立三呢 不够 左 还不够左 李立三有很多 很多 就是后来相反的容易被 毛主席他们接受的这些一件 比如李立三从一上来反对拿苏联的卢布 这个拿卢布啊 原来不是攻击鲁迅拿卢布吗 对 后来我知道是真有怎么回事 鲁迅确实从苏联拿了 鲁迅拿没拿我不知道 中国共产党拿过 对 但是拿的最多的是蒋介石 蒋介石的是几十倍啊 也不是十几倍于中国共产党拿的 当时苏联呢 斯大林他们呢 认为蒋介石作为一个民族革命的一个领导人吧 有戏 中国共产党那么几个人啊 没什么戏 对 所以西安事变的时候 斯大林都不主张杀蒋介石吗 对 所以这个李立三呢 他认为这点卢布都不能拿 拿了就无法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 这个人他这个民族主义劲 这是在他早期 早期最早的时候 刚刚建党不久的时候 头几年呢 大革命时期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 他里头有些故事啊 哎呀 让你太感慨了 他那个样子 我看那面相也是一个很书生气的样子 戴一个眼镜挺敦厚的样子 书生气 一个诚恳的 一个非常诚恳的 就那面相就是那样 而且我觉得感觉就是那种比较叫 叫这认原则 您说理想主义者 他那面相给人感觉就这样 你看那时候他可能左警是真左警 真觉得就得城市暴动啊什么的 后来他好像被打下去以后 我觉得他后来已经去那个 给他派的苏联去 那么多年了 十几年 他解放后回来 他又出了一个调子 就是当劳动部长 然后他出了一个什么 他觉得工会 他就负责工厂 他说工会应该是工人的 政府应该是国家的 所以他要觉得工会应该又是独立的 应该为工人争取权益 结果呢 可是这个呢 就被比如毛主席 还有谁我忘了 就刘少奇他马上比较支持这个 毛主席是反对这个就受批判了 好像后来那之后就再没上去 就下去了 这个李莎呀 我看过一段 就当年真是一个俄罗斯少女啊 少女啊 他见到李莉莎 其实我现在觉得 你比如当时这个左倾啊 我觉得左倾往往 我有一个偏见啊 我觉得左倾是不是跟年龄有关系 当然 就是你看李莉莎那个时候 跟他跟这个李莎都说 说我在中国犯了错误 就说那时候才二十几岁 二十几岁 所以主张到处搞暴动 对吧 希望革命早一天实现 所以就让革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要掀起高潮 要掀起高潮 所以就说我这等于是人生第一潮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李莎爱上他 其实李莉莎在国内 以前还有四次婚姻 好像有几个孩子 有很多孩子 有四次婚姻 但是他仍然一言决然 而且你说少女那个时候 还觉得他现在比较落魄 对吧 反而要跟他最后跟他回国 而且这个李莎你想 也是跟着他挨整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是坐过几年牢的 在秦城监狱 而且他那个造反派说 到他们家来 红卫兵到他们家来抄家 然后说这个李莎用俄语 问这个李森 说他们是谁 很反感 然后那些红卫兵就说 你不许讲苏修的话 然后李莎就说 那列宁讲什么话呢 你把红卫兵就杀眼了 然后后来 但是后来好像李莎是自杀的 还是是一个疑点 说不知道那安眠药是不是他的 这个 这个 就是李莎的这个回忆录啊 我就觉得是比较真实 他比如说他 他有几个给我印象深的 一个是李莎三到苏联不久 也被逮捕了 而且被宣布是日本特务 可当时逮着亚洲人就算日本特务 逮着欧洲人呢 就算是英国特务 而且宣布给你判死刑 然后这李莎三就说 你们不能给我判死刑 我是原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那些审判官啊就哈哈打笑 就你 你像他三十刚过嘛 就你这德行 就看他那个 就是他说的有点呆呆板板的 对对对 那么一个念书的 念书的一个圆眼镜 一个黑圆眼镜的那么一个人 你哪像总书记去 你是不是你想蒙谁呀 李莎讲这个 而且当时的共产国际的有些人 实际上也都是一些极不可靠的人 都是一些 对 来 来 来整他 他根本不认识的人 这些人也陷害 他三几年 是不是赶上了那个斯大林诉访了吧 对了 就乱抓人 说把他当日本特务抓起来以后 这个李莎到莫斯科的各个监狱去找他 一个监狱的找 因为你找不出来 最后还真找着了 哎呦 我也对他这个爱情故事很有 这个 像觉得很像那个十二月 你跟这个李莎聊起来的时候 你觉得他对这个李莎三 多年之后这个感情 非常好 而且他不是说他 不是说你这你对我说完呢 说是等到这个中国革命一胜利是吧 就来了一大批苏联人 来了一大批苏联人呢 那时候苏联二战以后啊 经济非常困难 相反的到了中国以后呢 发现呢 什么 吃了喝了 那时候咱不还 还有这个公司合营 还没合营呢 还有各种小贩 小商都多得很 所以觉得简直这是天堂 怎么这什么东西这么便宜 这么多 想吃什么有人吗 哎 他提这个 他说另外呢 就是那个苏联人呢 一见他 他一见苏联人 他就认为是自己家乡的过去 赶紧说话 苏联人躲着他 然后有人跟他说了话 回去后就被批 说这个他是已经是背叛了苏联的 已经跑到中国去的一个人 你们这个人是不可靠的 你们不可以和这种人接触 所以您一听呢 我就觉得 所以你说这种这个人生啊 是个什么 像李立三 这个李沙啊 我觉得这一辈子就是被人当成叛徒 特务间谍的一生 对吧 跑到苏联 你这是特务抓监狱 回到中国 你也是苏联 到了苏联呢 他那个资 那个苏联人在那个滋味所碰到的问题 和我们在文革当中或者什么时候碰到的问题 这个如出一辙 因为到了文革当中 就把他当成苏联特务了 说他你这苏联老婆 还说是他的上级 说给他指令 让他给苏联汇报 做报告 所以他最后自杀 据说这之前还特地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王老师可能知道 这个就是说他特地给党中央 还是毛主席写了封信 或者说我家里 我可能走上了自决于人民的道路 但是我家里绝对没有 不是特务 里通外国 我 我 我 这个革命当中 它会吸引各种的志愿者和理想者 其实像李沙这样的人 还有一批 比如说王敏南的那个夫人安娜王 她也很有名 她后来离开了王敏南 那是在这个整个文革都结束了吧 还是怎么样 她就想回德国了 她也是 她是德国人 她回德国 她还写了一本很厚的书 叫这个Fighting for Mao 为毛泽东而战 他是 老而迷奸 那个也是 你看她的那个书 也是热血沸腾 而且当老年回忆的时候 老年回忆 王老师 您是那个年代过来的 就是有一个 我都不太理解 就是你比如说 李立三 到最后被打成这样 给毛主席写信 就是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其实你说 如果是我的话 我难道不会想到说 他 我打成这样 难道跟他没关系吗 这些事就非常 我也说不清楚 那你刘少奇当时给毛主席写信 最后也是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剁手 另外斯大林肃反的时候 有好多人在执行枪决的时候 都是喊着斯大林万岁枪决的 而且这个事 说是报告给斯大林以后 斯大林非常的愤怒 就是好像 喊我万岁 这些坏人喊我万岁干什么 这个 咱闹不清楚 革命的绞肉机 反正这回你是 别琢磨他了 对 而且你比如说 这个最后 而且很多 你刚才讲是遗案 就我看是不是李沙的回忆 还是谁 他的子女讲的 就是最后为李立三平反了 就是平反了之后 这个好像是中组部 还是哪个部 把当年的这个文件 一些记载给他们看 他们觉得 就说李立三自杀 但是这个身高不对 差了身高 差了15厘米 体重也不对 所以就说你当时 说这个人 说他从那个 就批斗的时候 把他从那个卡车上 两个人本来在一起的 就是这夫妻俩 李沙在一起 半截就让他下去 让这个李沙下去了 下去之后 第二天他自杀的嘛 然后之后死了以后 说是他这个安眠药 不知道从哪来说 他的这个苏修特务的妻子 叫他自杀 给他的安眠药 然后后来分析说不可能啊 他在那的时候 两个人在车上一路谈话 这都有旁证人 后来说没有谈到任何 没有任何暗示 说要自杀的 而且突然决定 让他下车 下车以后再也没见 就是最后一句话 就是说你多保重 李立三跟他老婆 跟这个李沙说 然后以后就 两人再没接触了 所以说他 而且说他保管 这个安眠药呢 这个长期的 他是失眠 李立三 这个长期的 这个卫士呢 就或者他的秘书吧 就说你这个安眠药 说一定只给他两例 后来文革党说 极大的精神压力 天天批斗啊 说睡不着觉 说再给我多一例 说两例不行 然后这个秘书说 一定不能给他多一例 就怕他攒了安眠药 以后会自杀什么的 然后李立三 那暴跳如雷 说你我怎么会 走上叛党的自杀 是叛党的行为 我怎么可能 你们不就是怕我自杀吗 就不给他 但是最后结果 还是不能给他 所以不可能 他有攒了很多安眠药 这都是后来的回忆啊 而且他这么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暴躁的时候 说出来的话 可能也是真实的 他自己是没有自杀的想头的 这已经是在文革当中了 就他六七年 他就自杀了 就是说他在很 死前不久 还是这种想法呢 怎么后来突然就自杀了呢 是一个疑团 对 这个还是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没有跟他们谈论过 这个话题 李撒的回忆录里头也没有确凿的说法 说他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没有 但是我还可以说的呢 就是中国革命在一开始 它也是有它的国际性的 是不是啊 所以有俄国人参加进来 以至于参加的连苏联那边都觉得过了 说你这样不行 有德国人参加进来 还有那个大名人 就是那个诗人肖三呢 他的夫人也是德国人 而且 很多人都是各阶层 李沙是一个俄国贵族世家的一个 对 那我问你 您觉得这个李沙 当年他参加中国革命吗 是是 他是为了爱情呢 还是为了信仰 我觉得吧 这个就闹不清楚 因为有一种说法 就是 就是说是李沙当时才19岁 对 可能他 你说那个 那个什么 越是高级的出身呢 对 恐怕他的压力越大 日子过得不会好 因为那是苏维埃时期 相反的有一个中国人 这么感觉显得比较朴实可靠的这么一个人 这么热烈的追求他 对他来说 觉得是一个好的选择 就像咱们后来有很多国内的坏 地主坏坏 反复的家庭子女都找一工人吗 从李沙来说 就是特别是在文革结束以后 应该说他是过了好日子的 因为这个中央对他 因为您看这 您想他算什么级别待遇 他算什么级别 那我也不知道 反正很高 这个北戴河 他有他的这个相对固定的别墅 他的全家人在那 而且李沙这人生活方式都非常愉快的 他一直到九十几了 九十五了 九十六了 还游泳 都还是 都还是在海水里 这种待遇是不是也是一种安抚 和就是说我们 对不起你 那丈夫 受冤枉了 他就说了 他也就不说了 党的早年的领导人 你怎么错误也罢 我估计他起码是副国级的 副国级 比您都高 那当然高多了 我在北戴河只能找坐鞋的一个点 那您说他是因为这个 后来最后 咱们先去下广告再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扎老师 你要问什么 我刚才就是说 是不是因为他后来后晚年享受了很好的待遇 也等于是一种物质上的补偿和这个 所以呢 我有时候看到中国人这种到后来就是说 回顾当年老说无怨无悔 比如我们这一代有很多 我就有很多知青的 就是说我们无怨无悔 青春无悔 但是这种是不是也有点抹西尼呢 还是说他是有很多事情 他也不愿意讲 比如说实际上他们是当时恨不得离开农村 然后在中国知青期间 他看透了这个社会底层 我们终于知道怎么会干革命也不好玩 但是他后来他要说无怨无悔 那么李沙的这个回顾 他好像也不是说这么中国话的 可能咱们这报道就给他变成无怨 他就说我也不抱怨 我只能说如果他在苏联的话 也许处境更坏 说不定活不到101岁 因为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其中还有一个故事 在澳大利亚出的就是哈尔滨记事 就写一批白俄逃到哈尔滨 在哈尔滨相反的 他们跟当地的这个中国人相处的都很好 生活也很愉快 然后这个二次大战以后 苏联那边宣布欢迎他们回去 不管他们原来是什么 这个白军的军官也好 也这个什么爵士 伯爵 公爵也好 都欢迎他们回去 但是回去以后 后来又陆陆续续枪毙了 一个相当大的比例 就是写这一段故事 所以 咱就不知道李沙的经验了 也许他觉得他在中国活得还不错 另外您说这个 比如经历了很多的苦难 经历了很多不公正 但是最后呢 一直是对他很好 这个人就慢慢的就觉得 这和那个一开头一直对得很好 到最后突然一个嘴巴扇过来了 就感觉我想是不一样 因为人他往下走 还有一个 他已经到点了 你说怨和悔有什么意义呢 我现在怨了 你怨的您怎么样 您别出生的苏联 或者别认识李立三 或者不到中国来 不是 这个是不是有一个 也是一个中国文化 或者东方文化的一个 就是自己跟自己和解 就是说我 我说也没用 所以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事情 我不如就保住 我现在的快乐和幸福和待遇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思维 这也许是不是不太中国 或者西方说 我为了真相 我为了 这真相与和解吗 真相之后才是和解 所以我一定要把真相要说出来 这是另外一种态度对吧 但是可能在这边 我们为了真相 也可能就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您就别幸福了 您可能又要后悔了 又有文化的问题 中国确实是认为和谐高于真相 对 你看《红楼梦》里 《红楼梦》里是这样 是不是啊 那个 这个《红楼梦》里边 那个彩云 偷露王夫人的玫瑰鹿 但是为了和谐呢 由贾宝玉顶刚 出来说是我偷的 对 这个平儿处理的 然后他处理的这个 连林彪都有一个批注 就是平儿太好了 我要向平儿学习 咱们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 解决问题 不 咱们真相美啊 真并不重要 对啊 善美和重要 而且这个善和美呢 是一个集体的善和美 就是家和万事兴啊 什么家和不 很多这些 都是和谐通着的 你自己的冤屈是小的 对啊 整个社会的和谐啊 整个这国家的形象 是更重要的 所以那么你个人 你就要看大局 对吧 从大处着想 而且再说一个 更实际的考虑 就是说 您要不为大局考虑 那可能代价很高 比如我现在听说 网络有一个新的用语 我就觉得很中国式 叫什么呢 这个要带脏字了啊 就是说 一牛就傻 你听说过这个吗 是是是 一牛掰就傻掰 咱们这么说吧 它实际上就说 您别牛 您要牛 您要叫真 您要那个真 您第二天 您就怂了 您就傻了 对 而且大家对这个说法呢 是一种 就是说这是一种智慧 就是说不是说他牛 他真牛 而是说他傻 你知道他才会有那种 真是个很难把握的分寸和选择 就是这个 因为特别是遇到这些比较重大的 政治性的问题的时候 那你 李沙不管怎么样 你李立三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 他不管他是怎么死的 他是自杀的也好 被杀的也好 他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 而且他是一个 他这个符号呢 他是中国革命的符号 对 他不是一个 这个这个农村 农村一个士绅的符号 对 他也不是一个写小说的人的符号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我还有个写小说的人的符号了 是吧 他也 他绝对 绝对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 对 后来虽然他被批判过 甚至文革中 哎呦 受受过什么这个待遇 那个待遇 他总的一生 他选择的道路是什么 他怎么 他怎么可能设想 说我这个道路选择错了 我不当时参加国民党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蒋中正先生 这个办法 他不可能的 而且蒋中正混的也并不 没有什么令人嫌疑